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仍然抑制不住这个掌势喜人呢 我觉得我是不是从此就完蛋了 就遏制不住了 人会不会到达一个预值 彻底这个肉 你走错了方向 根本不需要只吃一顿饭 随你吃 你只要吃完扣喉就行 进这掌 把它吐不住来就行 那是古罗马贵族的份 他拿着那个长长的那个羽毛 躺在那吃完 然后就这样掏 然后就吐 然后接着吃 所以我就叫文涛嘛 很文雅的道 你就家里 你反正钱多嘛 聘一个专门的 不是替你垂腿什么 专门替你扣喉 你吃完饭就躺过去 阿姨过来 你叫嘴巴张开 他就替你把喉咙的 扣到你吐出来 那真成生喉了 是吧 扣身了 全吐出来 所以你很快就可以看到 就是小条听说也是要这个生活 这个要有一个重大的一个什么 我啊 不要那么快宣布嘛 没有 不宣布 对对对 太坏了 什么都没有 现在我给大家宣布一个跟多蜜月有关的事情 这个 就是说这个话题 我先看 我是先看的跟帖 后看的新闻 所以你知道我先看见这个跟帖啊 让我以为是个什么事 这个跟帖 就是中国出了个民族英雄 你知道吗 这个跟帖 我一看这个跟帖就写着 有谁能够以一人之力 跟这个 他度蜜月嘛 夫妻二人吧 就算是 夫妻二人 孤悬海外啊 就是在异国他乡 在日本 竟然敢 暴打一个小鬼子 说这家伙 这悲壮的 这个被日本这么渣谎警署给扣留了 我这我一看 我中国出了个什么民族英雄 好 然后我一看这个 这是先说环球网综合报道啊 说据环球网又说 据日本共同社9月27号报道 日本北海道渣谎中央警署28日 以涉嫌殴打在便利店内提醒注意礼节的店员 致其受伤为由 当场逮捕了自称上海某银行职员的容某某和他的妻子 这个赵某某 这对中国籍夫妇当时正在当地驻 驻渡这个新婚蜜月 就说他们在26号晚上10点35分左右在扎晃市中央区的便利店里 赵某购买了冰激凌 但在付款之前呢就在店里拆开冰激凌自己就吃了起来 于是呢店员24岁的日本店员用首饰示意要求其滚出去 我不知道是个什么首饰 然后呢赵某的丈夫容某不能接受自己的妻子被侮辱 对官员不是对店员实施了殴打 抓住他的头发 踢踹啊 窒息鼻子也受伤 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民族英雄 是吗 看起来就对夫妻可能蜜月生活没有太愉快 所以我觉得那小鬼子 太愉快了 没有我觉得那小鬼子应该是不愉快 我是过来人嘛 你信我 那那小鬼子很无辜 成为出气 出气筒 他把昨天没发泄好的经历全部发泄出来 但是我跟你说 很有意思的是这个网友跟帖 我现在看跟帖 我现在都不看新闻了 小天你知道吗 我现在主要看跟帖 我觉得跟帖里呈现出来的世界 更给我带来乐趣 你看这个有一个跟帖就说 看新闻不要老看简体字的 你知道吗 以后要会看繁体字的 因为繁体字的那个新闻啊 有时候会给你另一种真相 比如说自称有会翻墙的 这个懂日语的网友就说了 说为什么中国的报纸上报道的 说这个店员说的是用手势表示滚出去 他说为什么我在雅虎日本上看见的是 日本店员请中国游客先不要拆开 就是你还没掏钱 然后中国人硬要拆开 并一直用英语骂脏话 店员才挥了挥手 要他们出去 他们就不乐意了 这两个版本的故事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对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所以咱真相是什么 真不知道 就是说甚至还有人说 日语滚出去 怎么讲 然后有在日本的中国手机网友就说 日语里一个什么出什么 他说日语里骂人的话呀 少的可怜 就是这个执意 也是命令你出去的意思 是口气很重的命令式 并没有滚出去 这种侮辱性的意思 所以现在的新闻 真相很难说 你不是报道都没说话吗 是说不是用手势示意 滚出去 但不管怎么说 咱们这个民族英雄 扬我国为 因为打了他 所以打人就不对 那这个就在日本的话 就属于是触犯法律了 所以可能就被警察抓了 好像我看到最新的那个消息 是说已经被移交检察院了 还是怎么样 还挺严重的 所有地方什么国家打人 都是不对的 反而文涛里说的真相是什么 这个蛮好玩的 因为看那个新闻报导 他到底为什么会把它说成 是滚出去呢 有几个可能性 第一个是说 他真的这样 根本没有调查清楚 就乱写 没有采访清楚乱写 第二个 他可能真的问了当事人 当事人就说 是啊 他告诉我滚出去 这个就很好玩 我们经常会看到说 有些别人可能好意的 或是很忠性的表达 可是在我们看来 这很容易把它理解为 他就骂我 他叫我滚出去 所以我就打他是有道理的 这种反应 因为在香港 比方说 有时候会碰到一些朋友 我们会跟他讲个话 对不起啊 结果一下什么 他就感觉很容易被冒犯 他觉得被冒犯 所以反应走来 所以我觉得不仅是真相是怎么样 而且说 为什么会有一句话 可是有人会让反应 那么容易被冒犯 那么容易觉得人家伤害了 你的感情 你知道我那天跟咱们这个组里一个同事聊天 我才发现一个问题 我跟你们大陆人是吧 一直有一个区别 我来 我是大陆人啊 我在香港待了十好几年 小田你说我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啊 就是对 近两年 我一直听见我身边的这个内地的朋友 就跟我讲 说香港人现在对这个内地人啊 态度太差了 就是在任何一个环节上 你都能感觉到 打第一是一听说你是这个什么话的 啊就什么什么的 比如说包括那个物业门口 那个不是 那个那个 那个保安呢 就你进电梯口啊 咱们公司那个大陆同事就说 香港人进来 他就主动给你开门 我每次进来 他就好像就对我 就看大陆人 非得我就给他 他怎么知道你是大陆人呢 你住在这的嘛 你是租房子住在这 他慢慢知道了 你就是大陆人 然后他就觉得 老不给我开门 而且就是平常见的香港人 就是笑脸 你好啊 你觉得这是为什么 见的大陆的 就是 我以前问过 我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啊 后来是一个香港的朋友告诉我 你知道是为什么 如果说是你的物业下面的人啊 有这样的态度区别 那是因为什么 因为你过年的时候 没有给红包 你知道吗 我后来就注意啊 我以前呢是到了春节 我就喜欢去旅游 我都不在嘛 那我就不给红包了 后来注意了之后 我春节不敢走了 我说我一定要等在这儿啊 把这个春节过完了 把红包给完了 我再走 要不然的话 他们给我一年的脸色看 那可不行 哦 怪不得 小钱现在逢年过节 红包从大门口 一直发到厨房 在那个住的物业下面 好像真的有这样的问题 没有 对的确是 没有 那个当然是很现实的考虑 可是的确 这两年 连我香港人了 跟郑苗红 五代香港人 也很不舒服 这种不舒服 只有当我跟内地朋友 一起出去 才感受到 因为我跟一些内地朋友 一起 他来香港 请他吃饭啊 坐车啊什么 你就看到那些服务员啊 一听到我们讲普通话 虽然我普通话一听 就是香港的 他没注意嘛 反正讲普通话 你看到那个态度 那个从眼神到讲话 的确是非常不客气 我只有当我在内地朋友 身边的时候 我才感觉到 跟内地朋友坐自行车 他就绕圈嘛 一听你讲普通话 撩圈 我说这里不去 那边不去 那是非常糟糕的 我就说 说到刚才那个超市里边 我也有一个亲身经历 是什么呢 我那次在超市 是和一个外国人 在一起买东西 然后呢 就因为我们要一起 去一个朋友家 去做客 所以说呢 就一起买一点东西去 然后呢 在超市 在香港很好的一个超市 所以说呢 环境都非常的好 很有秩序什么的 他就饿了 他就说 我要开始吃了 那我就很紧张 那是一个外国人 欧洲人 那我是大陆人 我当然随时随时随地 要很注意规范自己嘛 不然的话 被香港人这样说的话 也不好看 对不对 我说不要吃不要吃 他说真的饿了 真的要吃 我说那行 我说你要吃的话 你开了袋那个东西 以后不要放在 我这个篮子里吧 我不去帮你结账的 他说那没问题 好 自己就开始吃 好像是牛肉干什么的 然后最后买完了之后 我就去结账 我就在这一篮里边 我就排着 然后他在旁边一篮 他那就一个空带子 你知道吗 我都为他紧张 我说不知道那个香港店员 要怎么骂他呢 对不对 但是看着那边 谈笑风生的 然后那个女店员 一阵什么花枝乱颤的 好像也表扬他 说你在里边都吃完了 你吃得好快 然后就给他结单 然后就走了 然后吃完以后 他就很得意 他说你知道吗 如果咱们俩换一下 可能就不是这样了 就连外国人都知道 你瞧瞧 我当时好难受 你知道吗 但是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觉得我跟外国人 有一比 你在里边吃吗 不是我就是通过跟我们这个同事 这聊这个事情 我终于明白了 他们说的如此之频密 以至于我不能不承认 确实现在很多香港服务业的人 对内地人不好 但是为什么 我不是在咱们节目我就说过 为什么我这么多年 从来我没有什么感觉 我找 我说不出来 我不觉得 我说怎么香港人 我没觉得 我在这住十几年 我们从来没觉得 哪个香港人对我不好 我跟你说 我跟他一聊 我才发现了 这个怎么说呢 你要某种程度上讲 我就是个贵人 你知道吗 就是 是因为啊 我对这些感觉太迟钝了 我完全不敢 你看他一说我就笑话了 我就哑然实笑 我说啊 我说你知道吗 我是这样的目中无人啊 就是说这个层面上的人 比如说我进我的小区 我小区那个负责开门的那个阿姨 我看都不会看他一眼的 你明白吗 他可能对我瞪了几眼 可是你知道 就哎 就包括你知道我是什么人 就比如我打出租车 我脑子多么心不在焉呢 我在想着 枪枪三人行啊 或者想着 就跟小田 在什么时候约个吃饭 就是我脑子里想着更重要的事情 以至于 你知道我在 我对生活里这些东西啊 买票买票 我就浑然不觉得 我看 我看不见你的表情 你知道村上春树吗 这个日本人 他曾经讲过一件事 就是说有时候女人啊 这叫做顿感力 就是说顿感的人是幸福的 他说甚至就是说 你这个女人有时候你找个老公啊 你找个比较顿感的老公 就是他呀 就是他 他对有些事情 就是感觉不出来 完全你对他好 对他坏 他感觉不是那么敏锐 挑过来比较好 就是女的顿感一点比较好 男的还是稍微敏感一点 你看我是特别就是 要不说他们就说 男性的思维是点式的 对他去集中的 他脑子里啊 完全你比如爱因斯坦 他可能想的是相对论 以至于大街上 一个司机对他不好 一个社会员对他不好 说实在话 他根本感觉不到 我觉得我就是这个贵人 那很好 确实是贵人 我就 香港我就觉得你买个东西 我哪记得 就他对我什么脸色 或者他可能说了我两句 说你这个大陆人呢 你怎么 你知道吗 这些能得罪我的 是这种工作当中 利益相关的 我关注的人 你的态度 我极其敏感 但是你至于说 我去买个东西 这服务员对我态度 说实话 他就是骂了我一句 但是 我完全没感觉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双向的 一方面呢 可能你说你的这个顿感 有道理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 其实人这个气场 或者气质还是很重要 我不是想夸你啊 我说很多人 他不管走在哪里 就算他的口音什么 给他的身份 有一个标签什么的 但是呢 不会让别人 这样去对他 因为其实你也有看到啊 有一些这个 真的一些大陆的游客 表现确实不是很好 比如说他们在一些那种 名牌店外面去排队 走了之后 真的是那个街上一片狼藉 什么都有 什么瓜子壳啊 报纸啊 什么的 就像做了以后的那种 确实就是 对自己的要求不够高 那么这样子的话 怎么让人去尊重你呢 有的时候反过来 真的会有这样的一种思考 你这么说 我都不想去广告了 你感觉我这气场在这 是吧 墙墙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谢谢大家 佳辉 佳辉也是贵人 我从来不是贵人 我跟你刚相反 我就像小田所说的 不管我多么的温柔对别人 别人都觉得我凶凶了 我的眼睛 我的整个掌上 我的气场不好 可是我觉得说你当然很好 你顿感 其实用回中国人四个字就好 利来顺手 对不对 对方对你不好 可是你顺着 你根本没感觉到 你就舒服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 我的习惯是刚好相反 我要去教育对方 像我说 比方说我跟内地朋友 比方说我跟你一起去吃饭 我觉得服务员 对我们态度不好 我会开口说他的 我会说 你这样不太好吧 怎么香港 我通常喜欢用的台词是说 怎么搞的 怎么香港的服务水平 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子 我觉得每一次都有效 每一次那服务员 他就扔了一下 马上好起来 因为我觉得不仅要他对我们好 他之后可以对其他的客人就比较好 有时候他不觉得 因为在他的生活层面 可能也受了很多气 甚至我们当然不容易做到 我们用慈悲的心想说 他会这样对我们 他一定是吃很多苦的 可能每天工作12个钟头 月薪拿回7000块 然后缴房租 缴了4000块租个汤房 他心情好不起来 你要这样想 那我还是会数落 用调侃的方法 我也说怎么搞的 你们香港变成这个样子 每一次都有效 其实你还是有公民的这种责任感 我觉得 我还真的就是 就是这些我认为 这都是小事情 不值得我投注一个注意力 跟他去较劲 而且就说 嘉辉还是真能理解 我就是说 我有一次在香港办那个政见的时候 他见到我是大陆人 他脾气不好 他后来有道理的 你要有的时候 因为我这个人就唾面自干 是吧 我也没皮没脸 我还说 为什么你就是大陆人不好 我还问他 然后他就把真相说出来了 他说这个大陆的那个狐狸精啊 二奶啊 勾引我老公啊 说勾引到广州 我追到广州去 我追到广州去 我到派出所去报案 我说他们重婚 派出所说他们要抓现行 他说我就等在那里啊 我等在那 我等在那 看着这对狗男女回了家 他说我就赶快给大陆公安打电话 结果他们到了 过了四十分钟才来 可以 就是办了政见 他把这些全都告诉你了 对对对 你就觉得他是有他的怨气 是吧 对 但是没错 我觉得确实就是说回到这个服务业啊 要提高这个整体的 国内的 不管是中国 但是香港的 什么地方的 整体的服务业的质量啊 就是给这种提供服务业的人 给他们一种尊严感 给他们一种就是要和人平等相处的这种愿望的这样一种处境非常的重要 比如我说个例子啊 在在国外 包括在香港都是这样 你要需要别人为你服务 首先要打个招呼嘛 对不对 跟人说个你好 比如说你要问路的话 你走上群起 在他面前站着 然后跟他讲你好 请问去哪里哪里怎么走 对不对 然后有一次我在香港 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 大老远的就给那个保安就说 我要去哪里怎么走啊 然后那个保安就白了他一眼 就瞪他一眼就走了 然后那女孩就完全不理解 说什么态度啊 就这样 就叽叽喳喳的 其实我就知道问题在哪里 那人家是不舒服的 然后呢 我就是用同样的心态 我回到北京 就在我们家那个小区 小区外面的话呢 需要打那个门禁卡才能进去 然后那次刚到北京 我就拖着行李不太方便 我就走到那个保安亭 然后呢 有个人在那站着 然后在他面前停下来 我说你好 然后那小伙子一下子吓了一跳 他说你要干嘛 能帮我开一下门吗 然后他就很疑惑的 去帮我开了门 就对他来说啊 我要让他帮我开门 我居然跟他说你好 他就不习惯 不习惯受尊重了 对 这还真是 这还真是 我也见过那个 可是 可是这样一次两次三次之后 这会好了 我还是觉得需要来教育他们 像我假如碰到年轻的人 是这样 我通常是这样 你们经常去日本 去台湾 人家对方的服务会是这样吗 我这样一问 对方也马上觉得很尴尬 也马上改变 你这么还说 这个前一阵 这个又流传一个 就是日本的一个电视台 专门捕捉这个中国游客 在日本的一些行为 然后就被人截屏 你可以看看 也挺好玩的 你看 这是这个日本电视节目拍下来的 中国人观光客 在浅草 这是什么呢 就是在街上 边走边吃东西 这对于日本人来说 是不雅的 对吧 来 再看下边 你看 这是就是买 买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属于这个 还没交钱呢 就吃起来了 你再看下边 先吃了再说 是吧 然后你再看 这也是上了树了 中国游客 上了树了 然后再看下边 你瞧 这是在 这 这在干嘛呀 这干嘛 大小便 不会吧 不会吧 你再看下边 然后这个 抽烟的 抽烟的 没有太过分 假如几次这些的话 我觉得没有太过分 对我来说的话 我看到那个上树的 和抽烟的 在那个树林子 就是树木比较多的地方 抽烟的 我觉得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然后对于在街上 吃东西这一点的话呢 当然肯定是不雅 形象上是不雅 而且呢 尤其在人比较多的 那些地方 容易撞到人 那肯定是给人 带来不方便和不舒服 但是呢 这个其实真的是 文化差异来的 我觉得如果说 在中国 有这样的一个文化习惯 那人就喜欢 一边走一边吃嘛 但小田 我给你探讨一个问题 就是说 很多网友现在都在争这个事 就说这对夫妻的这个事 在超市 你买了个水 没交钱的时候 能打开吃吗 你觉得 我觉得要从法理上讲的话呢 是不能 因为你这个交易没有完成嘛 效理说 你对这个东西 是没有所有权的 你是没有权利吃的 你在那个时候吃的话 我引用网友跟你抬杠 那为什么加油站 你先加油后付钱 其实饭店也是 先吃饭后付钱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一个约定俗成啊 所以说我就说 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我们 就是如果说 这些国外的这些店铺啊 他们有一种文化优越感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不欢迎的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 它的前提是文化差异 在我们这里 这样的习惯 这样的做法 就算不雅 不是最好的 但是它是没有违反什么规定的 那么既然你们是提供服务的 你们是提供商品的 应该是你们的责任和义务 让你们的顾客知道你们的习惯 如果说你们没有提前告知 然后有了这样的一种文化上的冲突的话 那么你们应该是更多的去让步和包容 而不是出面就去指责 没有 文桃网友那个说法 其实逻辑上是可以反驳的 你反驳 OK 因为你去餐厅点菜 他为你做的 从你点的那一刻 就算点了你不吃 你都要付钱 对 等于是那个消费行为 在你点的那一刻 基本上完成了 所以你已经有个契约要付钱 可是我去敲击市场 我逛 我拿着那个东西 我不表示我要买 所以我不能还没付钱就吃 OK 当我吃的时候 这根本不应该 你不能吃的 因为我还没付钱 所以它不是你的 OK 可是等我一下 不一样的 我们坐在餐厅 我点的时候 已经是那个消费行为 OK 所以我就答应了你 等于答应了你 可是在敲击市场 我拿了 不表示我答应你 我会买那个东西 所以我是不能吃的 等我一下 我在最后一刻 但我如果确定付款 我可以先吃吗 你不能说确定 你要付 你要先付 等于是我们经常干这种事 拿了一堆东西到付钱收银台那边 我说对不起 我这个不要了 我没钱买 这个不喜欢 这个太大了 我就不要 可以 我觉得最后一秒钟 我都可以不要的 所以我一定 在敲击市场的消费行为是说 当我付了钱 那个东西才是我的 可是餐厅就不一样 当我点的时候 已经是我的 还有加油站也是 当我说我要加油的时候 他已经从他的那个东西 那叫tank 那个那个油库里面 传进我那边 所以我基本上已经答应了 我已经有消费行为了 所以我就要付钱 OK 那那那那不一样的 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这个 还有卖银嫖娼呢 卖银嫖娼 那看你找 这事你比较熟 是吧 要看你找哪一集了 每一集规矩不一样 咱们去广告 铅铅三人行广告之后线 还有一些图片 咱们可以瞅瞅 你看看 就是这是在国内了 超市里咱们见到的 小天你觉得这怎么样 对不雅嘛 就是啊 一边吃 你问你这怎么算钱呢 你看 但是我怎么觉得 这特可爱 快快快看下边 这是超市里的 有点没有功德了 你再看下边 小朋友做什么都无罪 是吧 大小便都无罪 是吧 来再看下边 这是最近在南京地铁里 因为南京地铁的这个新规啊 就是说不准喝水 不准在车上喝饮料 结果这些人违规被处理 也引起争议 比如有人说说我实在渴了 我怎么不能喝水呢 这脚网就得过正是吧 但是有人就说了 说这个 以中国这个这么低的文明水平来说 还是进了吧 你说起中国 你说你要不进 我给你讲一个事 也是 这个使馆他们一个人跟我讲的 我听了之后 我都吓一跳 你知道吗 说起中国人 他说 我刚到中国来工作的时候 我就发现那些出租司机 每个人 他说好像训练有素 都能够那个 就是弄那个东西出来吐 然后就欢欢欢 窗户一摇下来 就哗 就吐出去了 他说我那个时候 他说我就跟我那些使馆的同事 就开玩笑 说在中国 我们可以搞一个这个大赛 看哪个这个出租司机啊 哪个公司的出租司机 他们那个设成员 哪个就赢 你说吐痰是吧 对 然后就说 那个声音啊 就在那个车里边坐着 他们就哗哗哗的那个声音啊 就觉得特别有气势 这个我跟你说 然后我还没瞒 你说 他说过了几年 他说突然发现啊 就少了 那个吐痰的就特别少 然后有一次 他们在那个车里边跟他同事 他就忍不住好奇啊 他就问 他说 哎师傅 那你们的那个痰呢 你们现在不吐了 然后那师傅啊 说着就从兜里 就掏出来一个 塑料袋啊 就拿出来给他们看 说你看都在这 不让我们往外边走了 天哪 很好啊 你算是进步 我跟你说 十几年前 我跟吴晓丽 有一次到一个地方 就是省不及的这个高官 他坐在下方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摇开车窗 吴晓丽当时台湾 你别人 尔子 很高兴 地震 地震 する 地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